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队康俊和刘成这一对小将对阵新加坡的一对选手 克里斯坦塔和奇亚加特 现场饭的音乐还挺熟悉 是一部电影 冰雪奇缘 其实刘成这位音乐员 果实是看他长大的 天天跟他说 你人们再拼一把 因为他的条件真的是很好 你整个你看每次跟他配的双打都在变 他跟里根也配 说主公现在主公是混双 和混双上面又没有出很明显的成绩 现在和他搭档的康俊也是这两年和他配对的 康俊来自江苏的一个小将 比赛已经开始了 场上穿着蓝色球衣的 是中国队的康俊和刘成 穿着黑白运动服的是来自新加坡的选手 克里斯坦塔和奇亚加特 西龙博 中国队的男方的教练 现在发球的就是刘成 而且刘成属于一队 那条冲的有点太冒 太鲁嘛 冲的非常莫名其妙 刘成是来自福建 所以是你的小势力 对 他是三民 然后进入的厦门队 刘成就是它的能力爆发力什么都很强 就是动作一些动作太大 所以打双打的话来说不是很合适 就是一般他打毁度还是更合适一些 另外一半队区的男子双打半决赛 是蔡云和卢凯 对阵王一律和张稳 所以另外一个半区也是两队中国队的选手 中国决赛全 女单是中国队包揽四强 男单混双男双都是三队中国队的选手 就是四强三个席位是中国队 只有在女双上面是半决赛 都是中国队对其他队的选手 等一会这场球之后将是一场女子双打 洛银和洛宇这对双胞胎姐妹 对对日本队的一对小将 6-3 第4-6-3 第4-6-3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在属于三线水平的算法 三线 我觉得很正常 比赛是一个 就算是二线比赛 如果市井赛奥运会不算 直接抽一个后场 那方回头质量不高 15岁 15岁 1 2 2 3 2 4 3 8 5 5 7 9 9 9 U 10比4 现在发销点康郡 来自江苏的选手 流程是92年 康郡比流程应该还要小一点 稍微说 5 2 四季失误 11比5 康郡和流程领先 到了第一局的间线 当你转向前继续 二七二一 接发球判断失误 水平上实在是差太远 都半决赛 产生无量点 三文 靠 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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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位守华 那就很明显 还是不能太胖 蹬不起来 他想蹬跳的 突然落下来了 其实任何运动啊 其实都是还是体型还是挺重要 不然你身体的负担就很大 加油 来 脱踢 塞尾 8 40 打 快走 9 40 好 10 40 这一段的比赛 新加坡选手逐渐把比分赶上来一点 10比14 加油 好 追分的时候一个发球失误 设备守无 在追分的时候自己发球失误 这是一大计 本来挺顺的 突然一下把自己的得分的一种状态给打断 马上再丢一分 16比10 3 4 4 1 11 1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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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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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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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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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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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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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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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局球双方都没有给对方造成太多的困难 反正正常得分正常打 21比17 第一局比赛康俊和刘成取得了胜利 我们1.05先 可不要贪杯哦 金牌公司 试验尝性百分百 我闯我的未来 试验100 家庭100 NV200 郑州日产 活在路上 全新SICARE气旋服技术好切 361度多一度热爱 第二队 好观众朋友回到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看2014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南庄的半决赛 穿着蓝色运动服的康俊和刘成第一局比赛取得了胜利1.05先 今天和他们比赛的是新加坡的一对选手 克里斯南特和奇亚加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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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双方的水平来看确实不是在一个同一级别的选手 所以说没有对看比赛的观伐性呢就会降低很多 好 好 其实这个羽毛球的比赛呢就是每年的赛事哈就是全英公开赛 几乎年年问我 年年有人问我 无论是朋友见面问 还是在微博上问 都是每年的比赛 除了世锦赛防御营会之外 就是全英公开赛 全英好看 全英年年年有人问 你们转播不转播全英公开赛 从来没有人问 你转不转中国公开赛 中国大日赛 从来没有人问 除了业内的人 业内的人也是羽毛球记者 或者同学人去不去出差 没有球迷问这个比赛 你们不会问 人家每年问的 只有全英公开赛 全英比赛又是百年的历史 还有品牌 然后又确实比较好看 各个运动队也相对来说 还是非常重视 准备手舞啊 6-2 7-2 7-2 7-2 双方者其实当行程平抽对抗的时候 手上的人力还是都是欠权 抽两拍就打结完 压不下去球 3-8 8 刘成的枪网易所说的突出 对方没想到 他从那么远的冲过来 对方没想到 整场比赛的局面还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毕竟我们产上的个人能力还是强于对手 顺便数了 5 10 6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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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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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其他的马来西亚队、韩国队、丹麦队 在今天下午的半决赛当中已经结束的场次里边 林丹是2比0战胜了自己的队友王正明 这样他将在明天下午的决赛当中和同样是中国队的队友田厚威 在争夺南丹的冠军 所谓所谓8 快过来 你不认为 中文字幕——YK 我们的小队员还是要多加强一些后期 多加一些手上的一些控制 一到中半场 中场偏往前的时候 他想挡挡 每一排都挡得很高 整个人还是缺乏一些技术 能力都很强 可是在一些小的技术上面还是要多加强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一打架 7 这位手呢 9.30 反击 被新加坡的反击把这一球杀中 赶往出了结案 在轮转的时候出现一个漏洞 按理说刚才这拍应该是直线的腿 对手也是挺有意思的 每当得分得得很艰难的时候 连续得分了 总会发球效果 半场球一个收掉 11比14 技术虽然不行 但是至少这个比赛如果分数接近 还能看看悬念 对 还让你知道看看最后谁赢 3 2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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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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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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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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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技术 一个是连贯 打完之后下一拍怎么准备连贯 这些方面都是欠缺的比较多 从行程拍速情况来看 双方都有点给你整一拍 下一拍再看 1814 50 球出了底线 可以 轻了 反手对角线往前推的线路还是比较聪明 在场上四个人都是直来直去的情况下 如果有一个人他能够变一点 这个球路马上就活了 所以我觉得刚才的变球路也是被逼的 而且他出球的过程不是很有信心 缺乏主动的这种变化的创作 他也只能和对方双方都只能和对方去拼速 好 拿高了 这球倒是没输 对方拿球开的速度还是比较快 这个连贯上面 17比19 新加坡队看能不能再追 他这两局都是 始终就是这三四分四五分 一直也追不上 康俊流程也拉不开 其实新加坡这个小鸽子 这个克里斯兰特 手上还有点变化 刚才在往前 青蓝的这两下 青岛的这两下 让你发不上力 20比17 流程和康俊的场点 始终是21比17 两局一样的比分 同学队的流程和康俊 2比0 战胜了新加坡的 克里斯丹特和奇亚加特 这样他们就进入了 南双的决赛 南双的另外一场半决赛 是晚上蔡云和卢凯 对阵王一律和张稳 这个决赛呢 席位已经是 都被中国队所获得了 好 这一场女子双打的比赛 由中国队的双胞胎 洛盈和洛宇 这对女双 对阵日本的一对选手 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